同胞们朋友们,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国庆。 在这欢庆时刻,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全体工作人员与在新加坡工作、学习和生活的中国同胞共享节日的喜悦,共同祝福伟大祖国。 同时我也要对新加坡政府和各界人士的美好祝愿表示衷心的感谢。 72年前的今天,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,彻底结束了近代以来中国极贫极弱,受人欺凌的历史。 中华民族发展进步,从此开启了新的机缘。 72年来,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奋图强、艰苦创业,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,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。 今年7月1日,中共中央总书记、国家主席习近平庄园宣告,中国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。 今年使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。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史,是与全体人民修期与共的历史,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,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历史。 正是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,让占世界近五分之一的人口过上了和平稳定,富足安宁的生活,让封闭落后的东方古国,焕发出繁荣开放的勃勃盛机。 没有中国共产党,就没有今天的中国。 今年是中国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,中国已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,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。 当前,中国正在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,构筑新发展格局,推动高质量发展和更大范围,更宽领域,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合作。 这也为中国和新加坡的合作,提供了新的更大机遇。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,中兴两国坚持以抗疫和发展为主线,与时俱进推进双边关系发展,取得显著成效。 双方围绕联防联控、信息共享、疫苗和医疗物资的采购、人员往来等密切协调配合。 下一步,双方将共同探讨疫情常态化背景下的有效防控举措,并立足各自的科研优势,在病毒研究、疫苗和药物研发等方面开展合作。 面对疫情,中兴双方合作热情不解。 两国经贸投资逆时上扬,今年上半年,双方贸易额同比增长9.4%,达到443.5亿美元。 2020年,中兴两国相互投资均实现增长,新加坡继续保持中国最大新增投资来源国地位。 苏州工业园、天津生态城、中兴重庆战略性互联互同示范项目、 深圳智慧城市、广州知识城等重点合作项目,以及新加坡同中国八个地方省市的合作机制顺利推进。 相关合作同经经济协同发展、粤港澳大湾区、长三角一体化和陈宇双城经济圈等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相互契合。 为新加坡参与中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了有力的抓手。 此外,中兴双方在数字经济、跨境电子商务、人工智能、移动支付、大数据等领域的合作迅门发展。 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来到新加坡,并以新加坡为区域中兴辐射东南亚。 中兴合作立足双边,更超越双边。 中兴一带一路合作旗舰项目,陆海贸易新通道在疫情下表现亮眼。 成为区域供应链畅通的重要保障。 中兴在东南亚多个国家探讨开展三方合作,汇聚中兴两国的资源优势,共同带动当地发展。 中兴率先完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核准程,有力促进了区域一体化进程。 当前,世界百年未有着大变局和新冠疫情交织影响,人类又一次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。 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的期盼更加殷切,对公平正义的呼声更加强烈,对合作共赢的追求更加坚定。 中国提倡弘扬和平、发展、公平、正义、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,并济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,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。 目的是让不同社会制度,不同意识形态,不同历史文明,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,在国际活动中目标一致,利益共生,权力共享,责任共担,推进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。 中兴两国都秉持合作共赢理念,都致力于维护多边合作和全球化进程,都反对保护主义,都希望实现世界和平稳定与繁荣。 中方愿以新方一道,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,努力践行,合作共赢的多边主义,携手打造共同发展的新时代。 不久前,旅居新加坡的中国大熊猫凯凯和佳佳,顺利诞下了新的生命,这是值得双方共同庆贺的一件喜事,疫情终将过去,友谊生生不息。 祝愿中国和新加坡繁荣昌盛,人民幸福安康。